小君的出生 小君的出生 小君觉得是老天在帮他圆梦 谁知道生下来又是个儿子 这让他很郁闷 所以小君童年过得比较随便 母亲没有多少心思用在他身上 反而是哥哥对他付出很多 似乎是察觉出母亲对养两个男娃的疲惫 哥哥变得懂事多了 小君从小就很依赖哥哥 大学毕业后拿到第一份工资 就给他哥买了套钓鱼设备 这时候大哥已经结婚了 夫妻俩做服装生意 加盟了品牌开夫妻店 地段选得不错 又很会做事 收入飞涨 得到弟弟的礼物 大哥非常开心 好像自己的儿子长大了一样 后来嫂子还给小君介绍了对象 是亲戚的朋友家的女儿 和小君年龄相仿 也是一个普通打工人 两个年轻人性格趣味都投缘 很快就在一起了 几年后 小君结婚了 大哥家也生了娃 是个儿子 小君此时也像母亲当初的感情一样 非常想要一个女儿 体验和大哥不同的感受 可惜生下来的还是儿子 小君很无奈 感受到了母亲当初生二胎 发现还是个男娃时的心情 她也不再埋怨母亲了 和妻子一起安心好好养育孩子 这么普通的一家子人 本来也该过着普通的生活 然而命运无情 带走了大哥的儿子 这一年 大哥已经47岁了 大嫂45岁 两人在儿子的葬礼上 哭成了泪人 头发变成了黑白斑驳的样子 最可怜的是大嫂 一连几天根本睡不着觉 半夜总做噩梦惊醒 两眼都是红血丝 大哥也总是沉默着躺到天亮 走路时脚底发虚 整个人都在飘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大哥强打精神 但妻子无法控制情绪 后来渐渐变得有些歇斯底里 要求大哥再和他生一个 大嫂像疯了一样 总说 我们再把儿子生出来 他肯定还在等着我们呢 大哥心疼妻子 也思念儿子 想着干脆再生一个代替儿子 不然这日子根本没法过下去 夫妻俩年纪大了 很难受孕成功 于是就去做试管 折腾了两年多 总是不成功 这段时间 小君完全不敢让大哥大嫂 见到自己的儿子 生怕刺激到他们 但是小君每周都会去看望他们 看看他们的精神状态 帮他们打理店铺生意 幸好店铺已经成了规模 有员工维持日常运转 收入也还比较稳定 不然这个家真的是要毁了 小君得知大哥大嫂 做试管总失败 也担心大嫂身体扛不住 几次劝他们放弃 到后来 大嫂竟然开始胡言乱语 逼着丈夫跟她离婚 让丈夫再娶个年轻的女子 生一个儿子 她只要这个男娃叫他们儿子的名字 她愿意给孩子做干妈 这话听得让大哥和小君都头皮发麻 可是谁也无法苛责大嫂 她都46岁了 儿子死的时候都18岁了 她亲眼看着儿子 从小婴儿长成意气风发的小帅哥 满怀憧憬要去重点大学 读她喜欢的专业 她最喜欢打的游戏 还在家里放着 她还有一个刚谈了三个月的女朋友 却大哥和小君只能沉默 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回应一个母亲的绝望和悲痛 直到那天 大哥带着大嫂来到小君家里 夫妻双双跪在了小君和妻子面前 妻子似乎觉察到了什么 他把还在写作业的儿子叫了出来 一家三口听着大哥大嫂的话 忍不住掉眼泪 大哥说小君哥对不起你和你媳妇 但是这话我还是得说 弟弟哥求你了让你媳妇帮我生个孩子 说出这话大哥自己都受不了 抬手给了自己两巴掌 大嫂顿时像是受了刺激 嚎叫起来 是我要孩子 弟弟 弟媳 你们帮帮嫂子 我生不出来 儿子还在等我呀 小君和妻子知道 大嫂的精神状态是真的被逼到极点了 她太重情 太爱她的儿子 始终放不下那段回忆 如果不能再拥有一个儿子 她一定会疯掉的 大哥大嫂能开这个口 也是深思熟虑过的 小君看向妻子 夫妻俩同龄 都四十岁了 这对妻子来说是个要命的挑战 但妻子对大嫂的处境很同情 她拉着自己的儿子 对嫂子说道 嫂子 我愿意帮你 但是你也要答应我 这个孩子是无辜的 你可以让他来抚平你的伤痛 但是你不能对不起他 妻子上前一步 郑重地说 如果生下来是女儿 你也要好好养育他 如果生下来是男娃 你不能强行逼他 变得和你儿子一模一样 你要答应我 拿出真心来 做一个好母亲 大嫂听了 顿时振作起来 向弟媳保证 绝对会对孩子好 妻子拍拍自己儿子的肩膀 说 你也看到了 所以以后要对这个弟弟 或者妹妹好 你们关系好 将来遇到再大的困难 也能一起扛过去 就像我们一样 后来 小君的妻子生下了一个男孩 过季给了大哥大嫂 他们也很紧张大哥家的情况 经常带着儿子一起去大哥家做客 给孩子带礼物 大嫂情绪越来越正常 而且他并没有让这个孩子去模仿他失去的儿子 两个孩子长得也不怎么像 这孩子头发还是卷的 但大嫂从没有过一点点不满意 小君和妻子终于松了口气 看着大哥大嫂恢复正常生活 又去做生意了 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孤独的 同时也是热闹的 每一个在我们人生中路过的人 和我们相处的时间有长有短 最终我们都要分开 而那些长久陪伴过我们的人 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有的人与认识二十年的发小 都不愿意断了关系 却瞧不起别人 失去孩子后走不出来 这样想大可不必 因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困局 其实我们每个人虽然孤独 但是都在向往自己喜欢的那种热闹 从这个角度来说 兄弟姐妹无疑是这个世界 给我们的一份美好的礼物 一同成长 相互帮扶的经历 会让这份感情变得更加坚固 而且正是因为有血脉亲情 作为联系的纽带 即便我们年少轻狂时犯错 排斥亲人 当我们变得成熟懂事了之后 再想要回到亲人的关系圈里 也是比较容易的 道个歉 买个点信表达一下自己的内疚 亲人总是会敞开胸怀接纳我们 就算在外面混得不好 甚至日子过得一塌糊涂 乱消费欠了钱 亲人埋怨我们 骂我们 最终却还是会帮我们 他们是真心希望自家的亲人 日子过得好 催促我们奋斗 上进 希望我们拥有好的生活 有时候 朋友靠不住 远亲靠不住 长辈靠不住 但是自己的亲兄弟姐妹 恰恰是最后那个可以依靠的人 我们 set这个家务 跟我们一起 我们宙墨